这世人只知齐天大圣他威名赫赫 可有谁还记得 平天大圣牛魔王也曾一搏云天 这西方牛神的竞技场上危机四伏 结拜七兄弟再举手 气概九冲天 就在刚刚 齐天大圣凭借自己的逆天修为 利亚堕落天使路西法 无论是武器还是金刚不坏之体 全都不是路西法能够抗衡的 而这个来自地狱的撒旦也极为狡猾 他竟将一个未知的标记 打在了大圣的头上 而这标记也十分的诡异 大圣随后发现自己的力量在逐渐流失 而且还一点一点的涌入到对方的体内 此时在场上 路西法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可没想到大圣他丝毫不拒 他大喝一声小小伎俩不止一提 莫说是你 就算这漫天的身负 俺老孙又何曾怕过 这话音刚落 大圣手持金箍棒又冲了上去 而此时路西法自是与大圣力量相当 他双手召唤出月牙型的战刃 竟打算正面交锋 而在这战刃之上 也燃起了熊熊的冥界之火 而当金箍棒与战刃相撞之时 竟迸发出了一道绿色的火环 而下一秒大圣突然跃起 他竟将手中的金箍棒朝着路西法就扔了过去 而就在金箍棒急速下坠之时 路西法下意识的认为 这不过一万三千五百斤 我徒手接住了便是 可这事情真就那么简单吗 当他触碰到金箍棒的一瞬间才发现 这棒子竟饱含逆天的重力 原来这七天大圣 自有一山倒海之法 在那一瞬间 他竟将五月之力全部打入金箍棒内 而可怜的路西法 察觉之时为时已晚 只见这定海深针 直接砸在了他的脚面之上 而疼痛还未传遍全身 金箍棒的另一头突然伸长 只怼路西法的下巴 而七天大圣趁势不饶人 使出身外身 自己却顺移到路西法的身后 这说是吃那是快 他轮圆了金箍棒 朝着敌人脑袋的左后方 狠狠地砸了下去 而堕落天使硬生倒地 他竟久久不能站起 此一幕出现之后 一个黑影突然站了起来 似乎早已安耐不住 而谁都想不到 倒地不起的路西法 竟露出了病态般的笑容 这七天大圣的强悍 竟让他无比的舒爽 他张开六对翅膀 飞身而骑 在自己的身前 召唤出多个传送针 而下一秒 有六个同样长着翅膀的身影 显露出来 而为首的正是别西部 这个局面 似乎想要一波拿下 七天大圣 毕竟路西法非常清楚 这打入大圣头上的标记 很快便会消失 这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然而这场上却一变突生 大圣突然笑道 你这把操作我最熟 牛老哥 你们就不要再藏着了 要不要出来动动筋骨 这话音刚落 场外六道身影 进入场内 不错 这来的正是以牛魔王为首 七天大圣的结义兄弟 在场上七人见面 相视而笑 这豪气不减当年 这废话不说 七大妖王都选定了 自己的目标 动起手来 而就在此刻 大圣恍然间感觉自己 又置身于与兄弟们大战 十万天兵天将的情景 一时间竟激发了 他的妖王野性 他竟直接窜到了 七大魔王之一 阿斯蒙蒂斯的身上 只在刹那间 竟将对方的两对翅膀 生生死定 这骇人的一幕 也彻底激发了 其余六位妖王的野性 同一时间 场内突然升起 黑色的浓雾 六大妖王顿于其中 而就在西方众身好奇 到底要发生什么之时 六道野兽的嘶吼声 同时响起 而在这黑雾之中 一双双血红的眼睛 慢慢睁开 正所谓悠悠悠悠气 逼人寒 条条杀鸡 物中现